身份的象征 情怀的代表呢 无人能出席又 很难用理性的去分析它的设计 这款车呢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开 并不像一些性能车 一踩就有那种加速的眩晕感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期的视频 我是C1团队的小双 今天呢我们要测试的车型呢 它自带2米8的这个气场 说到这个身份的象征 情怀的代表呢 无人能出席又 它就是红旗 而且还是红旗旗舰级 九字辈的代表 红旗的EHS9 今天测试的这款车型呢 是它的顶配四座的麒麟版车型 那售价在77.98万元 那相比它六座版和七座版的车型呢 这款车呢 更适合一些有情怀追求的商务人士购买 它也是一个偏向行政级别的商务座驾 那今天呢 我们就以这个定位来看一看 它到底能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对于红旗EHS9呢 我们确实很难抛开情怀呢 去单独讨论它 因为情怀本身呢 也是这款车的产品力之一 那看到车头这一抹红色的旗帜呢 我们就很难用理性的去分析它的设计 所以在这里呢 对于它的外观内饰呢 我也不做过多的赘述了 对此呢 比较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在汽车之家APP当中呢 搜索红旗EHS9进行观看 那下面呢 我们就直接把车开起来再聊吧 我刚开上这款车的时候呢 心理压力确实是比较大 因为这款车呢 是一个大型的SQV 车长超过了5米2 车头呢 又长又宽 在地库内拐弯 或者说是胡同内汇车的时候呢 心理压力很大 但是呢 开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发现这款车呢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开 它这根坐姿呢 比较高呢 是也会有一定的盲区 但是基本是在掌握的范围之内 那转向的助力呢 也比较轻 车身呢 也会有很好的跟随性 所以呢 在城市道路内呢 闪转腾挪呢 也不是特别的笨重 它是一款能够让你 不断的增加驾驶信心的一款车 具体来看呢 试驾的车型 它的动力储备呢 是非常充足的 在前后中呢 各搭载一台永次同步电机 系统的最大功率达到了405千瓦 最大扭矩达到了750纽米 它除此之外呢 这款车型还搭载了空气悬架 以及可调阻移的CTC减震器 所以它在加速模式 它的悬架模式 动能回收和转向模式呢 都可以调节 也可以自定义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选择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排列组合 总能找到一个 你非常舒服的驾驶模式 那我们开头也说了 这款车型 它是定位更偏向于 行政级别的商务座架 所以对它的要求呢 是平稳从容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红旗EHS9做的还算不错 那即便是开启了运动模式 它的加速感也是逐渐渐强的 并不像一些性能车 一踩就有那种加速的眩晕感 那这款车呢 我感觉到它还有保留了一定的实力 那之后我们在场地内呢 也是打算做一些相关的测试 在这里呢 也可以先预测一下 大家觉得这款车的加速成绩是多少 可以打在公平里 看看谁是真正的预言家 那我个人呢 是比较喜欢这款车 它的加速踏板 以及刹车踏板的调校 总尼的反馈的力度 是很平均线性的 而整个过程是比较润 比较跟脚的 而且它的动能回收力度的介入呢 也不是特别突兀 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它毕竟呢 老板要坐在车内 你频繁的加速减速之间呢 不能平凡的抬头低头 就会显得特别的廉价 没有高级感 作为一辆老板用车呢 对于车辆的这个 滤震性的要求呢 会比较高 所以呢 红旗EHS-9在这方面呢 做的还算不错 那面对细小的震动的时候呢 空气悬架可以过滤的比较彻底 在经过一些大的这种 桥梁的接份或者起伏的时候呢 可以感觉到底盘 有厚重的那种高级感 但是呢 我感觉坐的还不是特别的彻底 就有一些美中不足 而这种感觉呢 在噪音的隔绝上呢 也是有强烈的这种感觉 比如说它环境的噪音呢 隔绝的比较好 我在前排或者是后排呢 都感觉不到风噪 或者是大车经过我的身旁 当车速到了80 或者是100以上的时候呢 电机这种消叫呢 会传到车内 而前排的感受呢 会比后排的感受更加的明显 形式品质上呢 会扣一点点的分 总的来说呢 这款车型它的动力呢 底气十足 但是呢 个性又不张扬 更多的时候呢 展现的是舒适安静的一面 总体来说呢 能够满足老板对于 这个级别车型 要求那种沉稳老链的感觉 而且呢 在关键时刻 也可以展现出积极灵活的一面 而至于续航方面呢 这款车型呢 它是自带一个120度的电池包 NEDC的续航里程 达到了660公里 那它实际能跑多远呢 我们也打算用EVA H100的标准 来测试一下它 按照惯例出发前 我们在充电桩上 将车的电量充到100% 开启长续航模式 该模式下 动力输出较为缓和 能量回收力度为最强 空调则设定为 23摄氏度风量自动 先进行的是 乘机高速续航测试 最后在平均 每小时91公里的状态下 行驶了208公里 结束后 车辆冲入了51.5度电 计算可得 红旗EHS9在此次续航测试中的 能耗为每百公里 24.8度电 根据电池组容量 折合其续航里程为484公里 城市低速公货的准备 与车辆设置 与乘机高速公货完全一致 最后在平均 每小时31.5公里的车速下 车辆行驶了104.9公里 冲入电量为24.48度电 计算可得 此次能耗为每百公里 23.3度电 折合计算下来 续航里程为515公里 综合考量 红旗EHS9骑顶板四座车型 自重就有2.7吨重 有这样的能耗表现 已经算很不错了 老板们开车出门 忙碍静叫 也不用频繁充电 接下来我们来到 封闭的测试场地 看下红旗EHS9各项性能表现 加速测试前 我们开启运动模式 身材加速踏板 扭矩虽然没有瞬间爆发 动力输出有一个爬坡的过程 但加速度一直持续 在每小时80公里之后 也没有明显的衰减 最终0到每小时100公里 加速时间为4.91秒 在连续刹车测试中 制动力输出柔和及线性 由于车身重心较高 自重较重 车压对悬架的压缩有些夸张 还在经过连续刹车测试后 成绩并不明显衰减 软态的抓地力仪可圈可点 体质平均下来 刹车的成绩为40.02米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 动态测试过后呢 静态的部分呢 重点想和大家聊一聊细节 那第一个细节呢 就是它的灯光 那第一次看到红旗EHS9的朋友呢 一定会被它的气场所征服 但是呢 我个人更喜欢 它的灯光塑造的这种仪式感 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红色的旗帜 中间是可以点亮的 左右呢 还有这种U型的灯带 侧边呢 还有如凤凰展翼般的这种迎宾灯 那C柱的后面 还有横条的这种灯带 在充电的时候呢 可以显示我们充电的电量 那尾部的这个贯穿式的尾灯 和前面的这个车灯呢 进行呼应 无一呢不再像我们展示 国风独有的庄严和仪式感 第二个细节呢 来自于科技感的加持 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三连屏呢 形成这种环抱座舱的布局 那仪表盘的前面呢 还有一个尺寸比较大 内容显示非常丰富的HUD 那中控的前面呢 有一个触控的屏幕 那谁说红旗呢 就代表着传统老旧 我们也是可以很智能前卫的 尤其是这个车机系统 语音系统呢 也在努力的向主流看齐 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用的是 这个语音系统 它有前后左右四个音区的独立识音 那不管你坐在任何一个位置 都可以独立的操作 这个空调呀 多媒体呀 以及这个天窗 嗨红旗 打开吸烟模式 第三个细节呢 来自于对以资讯的照顾 那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的这个手套箱 平时是打不开的 而需要在中控屏幕上 输入密码 才可以打开 那平时老板放一些 私人物品的时候呢 也是比较隐蔽的 而除此之外呢 前后门板的这个储物格呢 都是有翻折的地方的 也可以放置一些小的物品 那在隐私性照顾上呢 我觉得红旗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那第四个配置方面呢 我们接下来就去后排重年体验一下 毕竟后排呢 才是VIP们经常出没的地方 现在呢 我是做到了车辆的第二排 那四座版本的车型呢 是取消了一个座椅 那随之带来呢 是尊贵体验感的上升 那在配置上呢 这个第二排的座椅 座椅加热 座椅按摩 座椅通风通通都有 包括这个电动的头枕调节 腿拖调节和靠背调节 也都是配备的 而且它还有一个舒展的调节 就是靠背和这个腿拖进行联动调整 那虽然它不能完全放平这个位置 但是呢 我们坐在里面 也会有一个比较舒展的这个姿势 加上这个有一定弧度的这个屏幕 那我坐在这里调节 它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感觉上呢 就特别像一个老板 如果再配一个茶台呢 就更符合这个身份了 当然如果你坐在后排比较无聊的呢 它也提供了两个这个娱乐的屏幕 那可以在这里看电影 然后听音乐 甚至呢 车内的这个灯光 语音条件呢 也可以在这儿完成 那如果你想在车里呢 体验这种比较尊贵的位置呢 那坐在这个位置呢 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最后的部分呢 看一下这款车型 它的后备箱的容积 那因为我们这款车型 是一个四座版本的车型 所以第二排的座椅 是没办法向前放倒的 后备箱的空间呢 就没办法进一步的扩展了 那可以看到这种常规的这个 后备箱的近身的是比较深的 内部也比较平整 可以放下老板们的行李就足够了 我想这款车的定位呢 没有人会去拿它搬家 那内部的配置上呢 可以看到有这个挂钩 然后有这种一键的悬架的升降 可以方便这个物品的搬台 在便捷度上的配置呢 是做到足够了 那经过了一系列的动态和静态的测试 相信大家呢 对于这款车呢 已经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了 那如果您预算充足 那会不会买这样一款车 作为平时接待 然后兼顾一些家庭日常用车呢 那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互动一波 其实呢 汽车作为大宗商品呢 在选择上呢 是应该理性大于感性的 那看价格比能力 但是呢 对于这样一款车呢 我想选择它的人呢 应该是感性大于理性的 好了 以上呢 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也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